台南市政府土法教古本的台南主角計劃 在8月31號辦理國際跟班長電禮 今年在8月晚會古本 並且邀請樂團英雄 社區跟海星做會留在出頭 鄉民心想英雄會 上官英武將最佳主角獎 由市長大請出公佈 民傳大學 恭喜美樂種子落地 種子落地 及美樂 美樂音樂文化 文化音 一四五八十千塊 Oh my gosh Simon 怎麼會這樣 來我們 恭喜你有一點多 由於民傳大學建國學 創作團隊 跟美樂營業文化 也屬發展協會得到 很高興可以得到這個獎 然後也希望未來就是可以更 可以 也可以帶更多的學弟妹可以下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對 然後我們也謝謝其他的 就是 那個 沿水族谷社區跟平安社區的那個同學 就是我們其實也很高興在這邊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對 就是 就是在這邊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更多的人 對 就是我覺得非常重要 對 謝謝 謝謝大家 現在的年輕人真的很厲害 這次年輕人實在很厲害 會要主持 會要唱歌 會要拍鴨瓶 各位一樣台南主角 你們的笑聲就是這個計畫的成果 那你們的成功 你們的成功就是台南的進步 非常感謝你們的參加 然後杜花局副局長提出台南主角這個計畫 看上了兩點 一個是年輕人的活力跟創意 一個是大學的 專業的這個資源 有沒有辦法把這兩個力量引到台南來 那台南當然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 土地很多 很大 2191平方公里 有37個行政區 但是我們經費是比較少一點 客觀的條件比較 那這個時候就需要創意 所以我們結本年輕人的活力 年輕人的創意 學校的專業 然後引到台南的這個地方來 那第四年 我想我們從影片裡面看出來 有很好很好的成果 那這個都要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那我們也希望 未來每一年 每一年都要舉辦 那下一個階段 也許也可以進到 這個產業的這個方向來 那不過我剛剛坐在下面看 我是很感動 因為我想這個成果 應該不是只有當初 台南市政府設定了 要把那個 那一塊土地綠美化而已 已經起了化學變化了 怎麼樣的化學變化呢 第一個 就是社區招待大家 招待大家 那變成好像是一個 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們也以這個農村為家 我相信你們對農村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對這個你們所學的專業 在應用上一定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那這個對未來你們畢業之後 不管是要從事哪一個面向的工作 我相信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助 都要廟表表時 也立第四黨的台南主角 一直由台風在石和國師營造 生活經營 一定成為全國 第一名比賽 今年的比賽更加極力 參加團隊由南部 延伸到北部 海生的組織 成績 來自全國國地 自己組成團隊來自南華 南義大 昆山 東風 臨床定好好